美國聯邦調查局官員萊恩·霍爾德星期四晚上說 調查人員還未肯定槍手是否與任何恐怖組織有關 萊恩·霍爾德表示他們剛剛開始調查 會考慮哪一種可能性 但目前他們還未有任何證據 將它與是國際恐怖組織直接聯繫在一起 萊恩·霍爾德說 調查人員完全不知道為何24歲的阿布杜·阿齊茲會大開實界 打死了四名海軍陸戰隊員 打傷了另外兩人 槍手後來被擊斃 警察搜查了槍手在田立西州希克森的住所 希望找到能解釋他犯案動機的線索 萊恩·霍爾德表示聯邦調查局正在檢查 槍手可能住過或去過的所有地方 他購物的地方、上過的學校、他健身的地方、他的朋友 總之就是所有可能的線索都會逐一排查 當局表示槍手一邊開車一邊開槍 打傷了一名海軍陸戰隊的徵兵人員 然後開車到大約10公里以外的海軍作戰支援中心 目擊者說槍手開槍打死四名海軍陸戰隊員 打傷了一名水手 由於這次槍擊事件 美國當局正在加強聯邦設施的安保 美國總統奧巴馬承諾要展開全面徹底的調查 並且向不幸身亡的軍人和他們的家人表示慰問 明天大臣 傭演員 總統奧巴馬扯 詞組合 少年 兩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